黄润 刘潇 他们带来的是 绝世舞 编舞老师 艾伦 我性感 可爱 要饶 要饶 漂亮 我性感 可爱 要饶 要饶 叛逆 好吧 我要搞白 我爱沐铃 沐铃爱我 我要跟沐铃在一起 我要跟沐铃在一起 我还没那什么呢 我还没说呢 我是个吃货 我最爱吃糖 我有肩膀症 我最爱玩桌游 我还是个神经之人 哈哈哈哈 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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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ader 小伙子 我很难以为 宝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谢谢刘潇 谢谢王润 看完他们两位的舞蹈 我觉得文化真的是不分国界的 外国老是编舞 你看长得就是外国人嘛 编的是爵士舞 但是我看到的是杨丽萍老师的舞蹈 叫《雀之灵》 这分明是孔雀遇上了乌鸦 玩上跳的那个线条啊 三道弯啊 那种手势啊 一看就是歹足的 而且呢 他的那个腰声啊 真的是可以卷起来的那种感觉 就是很有功力 刘潇 你感觉把他一出来就 还是像那种孔雀要开屏的 熊孔雀要开屏的那种状态 熊孔雀染黑了就是 非常有力量 谢谢杨老师 谢谢老师 冯老师 王润的这个表演呢 动作表现什么都不错 我内心里面觉得稍有点遗憾的是 你叫王润呢 你这个温润的部分 乖足少女的那个温润的部分 我觉得略有不足 方老师 整个来说 刘潇让我目瞪口呆 因为我没想到你可以变成这样 然后还有就是非常感谢Aaron 给我们编了这样一个舞 因为只有他的 这是他的阅历 他的阅历 他的两边的阅历 让他东西方文化的那种结合部位 他找得非常准确 而且两位演员演得非常好 我非常喜欢这个作品 我相信只有中国的武林争霸 才会有这个作品 谢谢 谢谢方老师 谢谢老师 金星老师 很有趣的编舞 very interesting Alan very interesting 我觉得角色的东西少了一点点 而且 但是还能够吸引住我的眼球 看着两个演员的表演 两个 实力相当 都在寻找的突破 都还好 觉得 虽然好 但是没有让您兴奋起来 这年头让我兴奋的是没几 谢谢老师 谢谢金星老师 小春老师 您选择谁 刘潇 王润 您只要说名字 王润吧 王润 谢谢老师 金星老师 我 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我在谁的身上停留的时间长一点点 我选择王润 杨丽萍老师 只能选一个的话 我只能选刘潇 因为我更喜欢她 谢谢杨丽萍老师 谢谢杨丽萍老师 冯老师 刘潇 谢谢宝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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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老师这样意味着您 将做最后的女 单纯这个爵士来说 因为王润本来跳爵士的 从一开始的状态到现在 我感觉 因为刘潇 在这个里面 是给我很大的惊喜的 我选刘潇 谢谢 祝福刘潇 加油王润